嗨 我是路克 今天來分享艾爾登法環 黃金樹幽影DLC的探索攻略 這次的主題是 護符收集 我看國外Wiki的資訊 這次的黃金樹幽影DLC 新增的護符數量超過30個 這部影片會精選 7個很適合推圖的護符 情況允許的話 我也會補上相關的詳細數據 順便提醒一下 護符收集影片不會只有一部 有幾個護符會跟支線有關 這部影片講到的7個護符 在地圖上是相對獨立的 就算沒走支線也能入手 只是有幾個真的不好找 先看到今天要介紹的第一個護符 也就是恩惠藍路D護符 起點是三叉口的十字記號 經過崖上道路的終點 再往東南方的恩惠教堂走 一開始往上衝 到樓梯這個場景後往左 之後一路直走 就能到中間的伺服點了 再來往這個方向走 路上會有雷電花不用管它 看到動物之後往右側走 還能撿到製作筆記 之後一路向前就能看到教堂了 中間的道具就是恩惠藍路D護符 護符效果是緩慢回復FP 推圖很好用 上個廁所回來就多一發戰績了 再來看到兩個跟精力相關的護符 首先是綠虎破鏈罪加3 這東西在趨暗地下墓地 如果不知道怎麼來的話 可以參考我之前做的影片 從伺服出來後先點燈 因為裡面很暗 進去後看到雷電花就右轉 之後左轉往下 這邊有幾個小王八蛋會干擾我們 直直往前衝 想辦法把這幾個小王八蛋處理掉 之後這個場景往右跳 會到達一個很狹小的平台 從缺口下去就能看到寶箱了 護符效果是精力上限提升17% 再來是雙手歸護符 這東西真的很會藏 如果還沒開啟這個制服點 也就是埃拉克和洞窟的話 可以參考我給的路線 起點是沉著前方 先往第一個標記走 這邊要慢慢往下 看清楚路在移動 否則很容易摔死 到最底層後往花的方向走 有一條超級不明顯的路 之後一路向前 看到的制服點就是埃拉克和洞窟 這條路後面的內容超級多 甚至包含了地圖 護符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出去後右轉 之後往右側跑 會看到螃蟹跟瀑布 洞窟裡面有高科技蚯蚓 中間的道具就是雙手歸護符 護符效果是回金速度大幅提升 第四個是王獸制護符 這次路途沒那麼長 但我覺得很容易漏掉 起點是幽影城的正門廣場 就是當初我們打黃金河馬的地方 進去右左轉 等等路上會有幾個小廢物干擾我們 所以這邊我先上Buff 之後一路直走 再往右前方走 卡在樓梯的這個死角 用受血儀式 可以一次帶走這兩個小廢物 上樓梯往二樓 再把雜兵處理掉 我們會看到一顆小黃金樹 放心往下跳 會看到一隻黑騎士 不用管他往前衝 在小黃金樹那邊 就能拿到王獸刺護符 護符效果是提升喝水時的強韌度 喝水被打斷的情況會改善不少 再來是借錯刀 這東西一開始就能拿到了 起點是火紋廢墟 往拱橋的方向走 之後右轉上樓梯 進門後下馬再往右 想辦法往上爬 最後這邊開門 裡面的寶箱就是借錯刀 護符效果是處決後增加20%攻擊力 持續時間為20秒 對於某些配置來說應該會是B2護符 之後是熔爐全護符 前兩個護符的探索難度都很低 但之後這兩個挺high的 起點是老虎骨遺跡西方 從赤幅直走 會看到有人在丟跳彈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火焰球可以弄得那麼Q彈 搞得跟富兵一樣 之後這邊要故意往右繞再往左 要把敵人引開 否則等等會很難受 這個場景不是死路 前面像牆壁的東西其實是電梯 左邊有一個超級不明顯的拉桿 上去後往左 會看到幾個訊息提示我們 之後往後側繞 會看到這邊藏了一個很大的區域 慢慢往下 這邊建議往前滾 用跳的很容易出事 到最底層後往左側走 這邊往前是一個大電梯 上面有不得了的東西 這邊我們先往右 訊息會提示我們有路 這個場景其實可以騎馬 只是我建議自己跑會比較好 到最後這個平台後再上馬 之後往左前方走 一路往前就能看到寶箱了 護符效果是處決頭部射擊減傷 並強化翻滾跟後躍的閃避能力 但會增加被損傷 最後是雙手間護符 這條路有點麻煩 如果你還沒開啟左上區域地圖的話 可以參考我給的路線 起點是牧師廢墟 之後依序會經過兩個標記的地方 先往第一個標記走 路上會有高科技蚯蚓 往左側會看到一條小路 裡面很暗建議開燈 之後還會看到調香師 再來會到獨找場景 這邊一路向前 到了牢符下方這個場景後 右前方可以看到制服點 再來這段路建議貼右側 路途有兩隻魔像 貼右側的話我們會有地形優勢 路上還會有不得了的道具 靠飛這魔像是怎樣 勢力會不會太好 從小把胡蘿蔔當米吃是不是啦 之後一路往前 就能看到這個區域的地圖紙碑 前面是我們要的神殿陣廢墟 但我會建議先往右前方走 解鎖赤幅後再回來 再來我們從赤幅出發 往廢墟的方向跑 這個廢墟超級大 但內部只有一個入口能進去 照這個走法就能看到入口 要仔細看 很容易錯過 進去後往右前方走 上樓梯後往左 屋頂這邊往前滾 把雜兵清掉後再繼續 這邊很多血跡 等等要打一個很強的敵人 所以我先上Buff 往左前方樓梯石腳走 兩發受血一次直接收掉 再往上就能看到寶箱了 效果是雙食武器時 能提升15%攻擊力 最後補充兩件事 首先 我本來打算講聖戰徽章的 畢竟這東西推圖也很好用 但我後來才發現 這會牽扯到整個昆蘭之線 因此我決定留到之後的 支線攻略再說 再者 影片中提到的數據 來源都是英文Wiki 而且環境是1.12版本 之後的版本可能會有相關的修正 如果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內容 我也會放在這裡留言 以上是這次的護符蒐集攻略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